大家好,我是文婷,周末到了,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 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60、70和80后,一定对春药不陌生 这种神药经常出现在武侠小说和电影里 功用十分神奇,绝对是个大杀器 任你再怎么武功盖世,意志坚定 只要碰上春药,不死也得脱层皮 通常他们的药性都很霸道,能让端世成为淫途 真女化作荡妇,圣贤变作禽兽 不光药性霸道,他们的名字也大多很霸道 电影《鹿顶记》中,周星驰发明出天下第一银药,奇银何欢散 《寻情记》中有真女荡 此外还有颤生娇,贵妃夜夜娇,汉苗习语高 美女提道金方,灵鬼展示方等 春药虽然厉害,一不小心就可能自爆而死 但想解也很容易 一般情况下只要男女交合即可 这个怎么听起来哪里怪怪的 在王晶指导的电视剧《雪山飞狐》中 男主角胡斐种了春药桃花物 成灵素主动现身救了胡斐一命 不知道的还以为下毒的是成灵素 开个玩笑,其实喜欢读武侠小说的人 大概喜欢成灵素的多过喜欢原子一的 金庸还发明过一种更为奇特的春药 《神雕侠侣》中的情花毒 虽然严格来说,情花毒不能算春药 但仔细一想,这世界上最毒的春药确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爱情,一种是权力 而且情花毒只有绝情丹和断肠草才能解 不得不说,金庸先生写情还是蛮有一手的 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春药呢? 以下信息都来自互联网,不能证明真伪 不过咱们既不是升堂打官司 也不是写论文考博士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吹猫求疵了 传说春药这个词的来源是皇帝内经 主要是和女性不孕不育有关 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用于感情生活的药物 春药在中国的医学典籍中多有记载 如社生总药中就收录有上百种春药配方 在各种野史、怪质中就更多见 但就我看到的资料分析来看 古代所谓春药大约分成两类 一类纯粹是安慰剂 通过心理暗示来帮助服用者 比如那些野史怪质中记载的春药 主要都是些牛鞭、驴肾 或者是蛇床子、石南花、猪沙这些东西 且不说古时候没有提纯技术 就是真能提纯 这些东西恐怕也起不到什么催情作用 第二类是致幻剂 比如未进时期的五十散 也叫寒十散 那时候的文化人和有钱人都爱客 传说人吃了以后全身发热 盛冬能卧鱼时 还得不停奔走散发药性 何燕说自己吃了神明开朗 皮肤还变白变嫩 五十散其中的一个功用就是壮阳 不过因长期服用五十散 后来管路形容何燕 容若稿木 未知鬼忧 我怀疑历史和小说中的春药大约都是这一类型 而且这些技术大都非常阴森恐怖 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搞来春药给李平儿吃 间接导致了李平儿的死 西门庆自己也是死在春药上 作者描述他死亡的整个过程和恐怖小说差不多 汉成帝为了和赵飞燕姐妹寻欢 一口气吞下好多颗肾虚胶 最后精进人亡 还有明朝的朱长洛也是吃红丸死的 红丸案还成了明末三大案之一 有些记载不阴森但十分残忍 根据陈英雀先生考证 大诗人韩玉也爱整壮阳要吃 整个制作过程繁复又残酷 先选一群公鸡与母鸡隔离 再给这些憋着鸡精的公鸡 服用添加了硫磺的粥 等把这些叫做火灵库的鸡 养到一千天后杀掉 然后吃肉 喝汤 发朋友圈 当然不光是古代中国人 古代外国人也很在意这方面的养生 欧洲人相信牡丽能壮阳 希腊神话中 克罗诺斯把他爸乌拉诺斯那块给割了 掉到海里化作爱神阿弗罗迪特 阿弗罗迪特嚼彩牡丽壳出水 所以吃牡丽就能让自己和乌拉诺斯一样雄味 除此之外 欧洲人认为那些让人身体发热的食物能壮阳 比如生姜 胡椒 桂皮熬制的汤剂等等 不过后来欧洲人有了提纯技术 从因素中提取到纳可丁 这些就是后话了 春瑶讲完咱们再来聊聊印度神游 他也是随着香港电影火遍华语世界的 周星驰对他情有独钟 在电影《整股专家》 《石神》《破坏之王》中 都能看到他的倩影 很多中国人到印度去旅游 总爱一脸神秘问导游 哪里可以搞到点神游 据说很多男性寻找它并不是有什么生理问题 纯粹是为了延长时间 可见男人和女人关注的点并不在一处 有寻找神药的功夫 不如多了解一下女性需求 其实这种神秘的神游和印度毫无关系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货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58年香港有两兄弟叫何敏森 何敏珍 他们在香港九龙开了一家化工厂 取名《华人行》 在生产印度神游之前 华人行的主要产品有黑旋风杀虫剂 角气喷雾 在宣传产品的广告创意上 华人行非常有自己的一套 一向以大胆前卫闻名于世 比如在杀虫剂广告中 一个黑衣忍者拔剑砍杀蟑螂失败 便掏出一罐黑旋风杀虫剂将蟑螂喷死 嘴里还喊着口号 月黑风高杀虫叶 黑旋风忍者为民除害 真正让华人行声名鹊起的印度神游 传说是创始人何敏森的灵感 起源于印度教 又铲除皮肤粘液之称 像许多其他产品一样 印度神游也有自己的溯源小故事 三千年前 古印度皇帝有后宫家里三千 皇帝每晚都要和几个家里刑房 他需要按摩油条理 从而帮助他获得更多能量 因效果神奇 所以也称之为皇帝游 这个故事深暗人性 除了效果之外还让人感觉到 如果使用了它 就能享受到皇帝般的待遇 那既然是香港货 为什么要叫印度神游 大约是因为印度有古老的宗教 能够给人一种神秘感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不同于其他同行 华人行在宣传领域总是见走偏锋 同一个广告一口气使用了三十年 成为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有点像中国的脑白金和羊羊羊 除此之外 他们还搞了一辆相识货车 上面印有 印度神游 妙不可言 佛国之宝 的确够近的广告词 在香港的街道上四处溜达 一溜达就是许多年 随着印度神游在华语世界的火爆 印度本地商人也开始心思活络起来 1980年 印度著名的达丹尼之药 花巨资购得阿玉废陀精油配方 开始批量生产 标签上还特意印上中文 市场针对哪些人群不言而喻 那什么是阿玉废陀呢 阿玉废陀认为人体中存有五种能量 土 水 火 气 以太 它们两两组成三种基本能量调节人的身心和谐 这些能量在不同人体中有不同比例 阿玉废陀疗法就是调节人体内能量的 听着有点悬 时至今日 华语世界对印度神游的追捧有增无减 据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数据统计显示 2019到2020年这一年中 南市精油线上总交易额达1.04亿 那这种东西到底有用吗 网上的资料说神游中含有麻醉成分的外用药 有专业人士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温婷 咱们下次见